是你来找我的 干嘛害怕成这样啊 你这个样子不怕太怪了 你能不能换个正常点的样子啊 上一秒还是花旦打扮的女人 下一秒就换上了B婷的西装 帅气的模样让初八直呼同性恋 女人当然不是同性恋 她生前是一个明邻 靠着反川文物生活便搭江南北 风华折磨的阿飞不仅泥倒了万千少女 还吸引了风流体堂的蒋家二少爷 与阿飞结识之后 二少爷逐渐沉迷于戏剧 经常请阿飞教她长戏 长此以往 阿飞对二少爷萌生了爱意 不仅和二少爷的相处日渐暧昧 还不惜以自己的招牌为赌注 为二少爷平掉了赌债 当二少爷问阿飞想要什么报答时 阿飞半开玩笑地说出了 让二少爷一身相许的话 二少爷并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心上 因为他始终拿捏不准自己对阿飞的心意 你是不是对紫云飞有意思啊 有时候我当他是男人 有时候我当他是 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 只不过是个戏子 当然他始终对我有恩 这天阿飞换上女装来找二少爷 一进门就听到在温柔乡里 吞云吐雾的二少爷说出了这番话 阿飞没有太多反应 只是告诉二少爷自己也要在后天搬花蛋 唱一出讲述凉筑爱情的楼台会 他希望二少爷一定要来看自己的表演 二少爷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可到了约定的日子 二少爷却迟迟味道 阿飞唱到一半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台上的拍片被风吹落 砸掉了阿飞的半个脑袋 可是按照规矩 一出戏一旦开场 不到落幕就不能停 阿飞想让转世的自己继续唱完楼台会 但他前两次先后投胎成了一只公鸡和一个洋人 根本没有办法唱戏 直到第三次才转世为人 成了小戏子楚八 他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楚八身上 楚八虽然不愿 但在阿飞的威逼理由之下 还是答应了下来 然而到了楚八登台的前一天 西班又出了要额子 原来一直入不敷出的西班欠了一笔债 对方前来威胁 声称如果拿不到钱就拆了西台 西班的主事捐解好说歹说才让他们宽限了一天 可是短短一天的时间怎么够筹到这笔巨块 在西班众人一筹莫展的时候 一个天大的机缘掉在了他们面前 和楚八互有好感的小美 天生有着逢毒必赢的神奇天赋 他带着楚八去读了一场 从头到尾读什么赢什么 很快就凑够了西班欠的钱 第二天 楚八接到了一个老人的电话 老人声称自己是家儿少爷 把楚八约到了家里 即将见到老情人的阿飞十分激动 特意换了一身漂亮的衣服 他们来到老人家里 看到墙上挂着的正是儿少爷的照片 阿飞上了楚八的身 深情地抱住老人 老人看到楚八身上的玉培 开始和他对系 两个人一场一喝 仿佛一切都回到了六十年前 可随后阿飞就发现 这个老人和他记忆中的儿少爷差别很大 原来他竟然不是讲儿少爷 而是儿少爷身边的侍从小海 小海告诉阿飞 儿少爷早已死在了六十年前 直到临死前才意识到 阿飞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并在死后把阿飞的名字 刻到了自己的墓碑上 阿飞抚摸着不悲伤的名字通哭出声 他们决定要为死去的儿少爷 把那出楼台会唱完 还专门给儿少爷留出了一个座位 可一直唱到即将落幕 也没有等来儿少爷的鬼魂 就在这个时候 小美忽然到场 坐在了留给儿少爷的座位上 她的脖子上还带着那块儿少爷 送给阿飞的玉培 楚八见状点芒提醒小美 哪里不能坐 小美听后很是不悦 竟然上台和楚八打了起来 阿飞看着他们大闹的声音 仿佛又看到了自己和儿少爷的过往 此时阿飞忽然回忆起 自己曾找人算过姻缘 那人告诉阿飞 她的姻缘到了来世才能有结果 阿飞意识到小美或许就是儿少爷的转世 而自己无疾而终的爱情 终于能在小美和楚八身上得到延续 她又看了小美一眼 然后跟着引路的红灯笼 心满意足地踏上了轮回路 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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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